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升温 彰化县政府25日公布新增53例确诊个案 居家隔离人数1375人 县长王惠美与卫生局长叶彦博 向相亲报告最新疫情资讯 针对6岁到11岁的儿童接种莫德纳疫苗 我们从4月25号开始 由各个学校开始来做医院的一个调查 再来就配合着中央什么时候 拨补疫苗给我们 我们就会请医疗团队 大概在5月的时候 就会进到校园里面来接种 好来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 加强版的自我健康监测 及自我的防护注意事项 好自我的健康监测是10天 围棋是10天 也就是最后接触日加10日 那例如最后接触的时间是在4月13号 那我们13加10就是在23号 所以我们会监控你到4月23号 好有哪一些事项要注意 等于上班上课的注意事项 那请自主动在自我健康监测的起始日 告知所属的机关或学校是主管 以及我们公司的防疫长 那在居家注意事项 第一个自我的健康监测期间 要采一人一事为原则 接触者离开房间 请戴口罩 那其他的规范 比如说避免搭乘大众运输 或者到人多拥挤的一个地方 外出的时候请你一定要全程佩戴口罩 避免跟没有戴口罩的情况之下 跟别人来接触 那也要避开人群的用餐 避免跟别人来共餐 还有很重要你要勤洗手 那我们现在重症清零跟清症控管 实际上你就可以把说场域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这些长照机构跟医疗机构 这些住的都是老人 很多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 一旦感染之后重症死亡机会就很高 所以在这些场域 我们还是要维持本来比较严格的管理强度 那其他清症控管就一般的场域 职场 办公室 或是一般外面的一些接触 这个就重点管理就好了 那每个人要做好自我防护 有症状去裁剪 所以我们在做疫调的时候 一定要先分辨它是哪一种场域 然后哪些人是高风险的接触 然后用这三类里面 去做最小范围的居家隔离 跟其他人就做加强版的自我健康管理 所以再次强调这县兰刚刚有提醒大家 你戴好口罩 那进行这个自我健康监测 你就不用居家隔离 所以这个请大家记住 把口罩戴好 尽量在公共场合 在这个人口密集的地方 不要跟别人拿下口罩在共餐 这点大家要注意 王县长宣布 居家隔离缩短为3加4天 其中3天居家隔离 4天快晒一性可出门 出门需要全程戴口罩 不能在餐厅内用 参加大型活动等 并再次呼吁乡亲 尽快接种疫苗 主动防疫保护自己 公益频道 黄世霆张化采访报道